大家好我是Edith 歡迎回到Live Journaling 在這個系列我會帶大家一起去一些我平常會去的文具店 或者一些文青會去的地方 而今次會去的就是一間本地的小店 就是小島文具堂 在深水埗D1出口之後 走到陰州街的榮業商業大廈 進去之後就搭升降機上五樓 上次去台灣的時候 我發現台灣有很多這類小型的文具店 但是在香港就很少 幾乎沒什麼 當我知道有這間文具店的時候 我真的很興奮 小島文具店主要是買一些鋼筆 墨水類的東西 不過它只會在周末營業 進去之後你就會看到一個很大的架 裝了很多墨水 如果你是對鋼筆和墨水有興趣 那你一定要來這裡看看 它也有一些小量的字貼 和一些手帳 另外它也會有一些在其他地方 入口的一些特別的文具 雖然這一間店舖其實很小 它所有的文具都不是很多 但是你都會發現到一些很精緻 很特別的文具 不過這裡主要賣的都是鋼筆和墨水 有一些墨水在大公司都是找不到的 這裡就有很多不同的墨水 而我最喜歡它的地方就是 它真的有一張真的試飾版 那你就可以看到那隻墨水真的用出來的時候 會是怎樣 而且它還有分了不同的系列去排序 紅色、紫色、藍色、綠色系列 我每次去到都會忍不住選幾樣東西買走 當是支持小店我也覺得很值得 那這次就說一下我買了些什麼 其實基本上我現在每兩個星期就去一次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首先就要說一下我最推介的一個 超便宜入門鋼筆 就是這一枝 這個牌子是Patinum 這個透明的鋼筆 它只是39元而已 它的筆頭就是F尖 即是細緻來的 但是如果只買這枝的話 那你就只能夠用到它附送這一類的墨森 那如果你要用到其他墨水 即是剛才一瓶瓶的墨水 那你就需要有一個叫做吸墨器的東西了 那這個牌子的吸墨器 是有金色和銀色兩個款的 金色只是38元 銀色就是58元的 所以就是說你77元就可以買到這一枝鋼筆了 它寫出來其實是很順的 那我自己個人就覺得用墨水筆寫出來的字 是比較好看的 可能是因為手感好一點 另外就算同一個字 同一條線條 那些墨水都會有少少少射微的變化 而且你還可以配搭你自己喜歡的墨水 那我現在就推介這個D字頭這個牌子的墨水 那它真的很便宜 都是三十幾元而已 那你可以拿一個吸墨器 或者用針筒入墨水 而今次我還買了微笑鋼筆的吸墨器 其實店裡也還有其他牌子的墨水筆和吸墨器 賣的 不過店裡的墨水和吸墨器 都可能會被人買了沒有貨的 因為我上次就買了最後兩個的金色吸墨器 所以如果你想買的話 可以預先帶它去問一問 那就不會白閒一趟 如果你都喜歡這類型的分享 可以支持一下小店的話 那你都給我一個Lik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